政府為了應對香港海上垃圾 制定了五個重點改善措施 包括加強清理 鼓勵舉報海上垃圾問題 提供支援措施和設施 推行宣傳活動 舉辦教育活動 今集我們同大家一起來看看 政府提供了什麼支援措施和設施 來減少廢物進入海洋環境 為了鼓勵市民到郊外和海灘的時候 自愧可重用水瓶 避免購買和飲用積氣塑膠瓶飲品 政府在泳灘、水上活動中心、海濱長廊、海濱公園等地點 設置飲水機,方便市民 大家下次記得去試用一下 政府又在多個海岸地點 包括碼頭、燈岸平台、海濱區等 增設廢物分類回收桶 減少廢物進入海洋環境和鼓勵回收 回收桶還貼有智能二維碼和熱線號碼的新標貼 方便市民通報回收桶而滿、損毀情況 大家看看相片中的物件 像不像游泳浮棒呢? 其實是政府在雨水渠出水口試行安裝的浮欄 用來攔截垃圾進入海洋環境的 除了提供設施之外 政府亦都提供協助給籌辦淨灘活動的人士 例如提供淨灘工具 安排垃圾收集和棄置服務 宣傳他們的活動和作出協調 避免淨灘活動在短時間內在同一個地點舉行 大家可以透過電郵或電話 將你們安排好的淨灘活動通知環保處海岸清潔小組 政府部門保持海岸清潔的工作又怎知這麼少? 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瀏覽環保處海岸清潔網站 要保持海岸清潔 最重要都是靠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源頭減費 齊齊為海洋環境而努力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